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下一個要介紹的單元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 如果減出來不夠怎麼辦 它是個負的 那我們就來介紹幾種負數的表示法 好 那首先我們先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秀的是說 好 這是我十進制的表示法 0到7 那我現在 其實我知道一件事情說 你知道最小就是0 那它最大的話可以到99 對不對 如果是十進制的話 十進制 十進制 那它有多少種表示式 其實就是10乘上10 就是100種表示式 所以對二進制而言也是一樣 如果先舉個例子 現在我用4個bit就好了 二進制我用4個bit 我們喜歡用一個小n n等於4的話 那你也知道說 它因為每個4個bit 那每個位置可以有兩種可能 所以它就是2的乘上 2乘2乘2這樣 這是2的四次方 就是16種表示法 好 最多就是16種表示法 於是呢 當我們現在看它的負數的時候 我們先看它正數的部分沒有問題 我們在左邊這邊 好 我們把它說 好 這個是0000 好 就是0 然後0001就是1 然後這個是看它 我們之前教這個權重的概念 1248就是2 這是3 這是4 然後一直到 到多少 到前面這個bit為0的狀況 有最多8種 因為這16種裡面呢 這16種裡面 第一個位元有8種是0 有8種是1 對不對 那其中 這8種為0的部分呢 我們把 有一個全部都是0的 當作0 然後其餘的呢 這7個呢 我們就當作是正數的部分 所以正數的部分 就可以到 由1到7 那你還有剩下8個 一開始為1的 對不對 8個一開始為1了 那我們就把它來表示 為負數 好 表示為負數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教到 3種不一樣的 表示負數的方法 或是你可以稱它說 它有3種不同的系統 表示負數的系統 那它對應的正數當然都一樣 都沒有改 它差別只在於它負數的表示法 那我們先看看 這3種 我們要教的這3種 負數的表示法 我們剛剛說了 有8種 8個 8種表示法 它第一個bit是0 那其他的8種 第一個bit是1的 所以 如果我們先不看說 這3種表示法 是怎麼樣表示的 我們只看它的這個 表示出來的結果 你發現說 OK 如果是用sine and magnitude 這第一種的話 它其實有8種 可是呢 這一個呢 100它用來表示的是負0 也就是說在這種表示法裡面呢 它會有兩種0 一種叫正0 一個叫做負0 它會有兩種0 可是這地方會有一個正0的 也會有個負0 這兩種 在sine and magnitude 的這一種表示法裡面 它會有 所以它有了兩個 表示為0的狀況之後 剩餘的呢 就會把它排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當然 你把8個1都用完了 其中有一個給0用 所以你最多只能夠表示到負7 只能表示到負7 那如果是 但是 once compriment 我們稱它叫1的補數 我們用一個符號叫做 n head 或是n bar 來表示它 n bar來表示 那它也是一樣 它會有 另外一種0的表示法 它叫負0 那麼它是全部都是1 那它一樣沒有一個 沒有負8這一項 因為我的 我最多只做16種表示法 針對這4個n等於4的 這樣的一個系統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看它也是一樣 會有正0跟負0 而且它也沒有負8 可是你看最後這一種 我們稱它叫 tools compriment tools compriment 它呢 它可以什麼 它可以在0的部分 這邊沒有辦法表示 也就是它的0 就是這個0 所以呢 這個系統裡面呢 它的0只有一種表示 它沒有所謂正0跟負0的區別 它就只有一種 那因為它這樣的關係 所以它就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slot 因為本來是 其他人都是兩個0 它現在只有一個0 來表示 就是這一個 所以呢 它就多一個 所以它可以表示 它表示的這個 數的範圍可以多一點點 也就是到了 到了多少 到了 我們叫做2的 n n-1次方 比如n現在是4的話 它可以到多少 它可以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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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n-1次方 而n是4的話 那個指數就變成4-1是3 所以它可以到-8 那這個呢 1的補數 或是sin的 magnitude 它只能到多少 -2的n-1次方 再-1 也就是它只能到-7 只能到-7 那不管你的n 這個數字是變大到 比如n等於8 n等於16 其實這個概念 其實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2的補數 它可以表示的數 是比較多一點的 比較多一點的 好 那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 sin的 magnitude 它是怎麼樣來表示 是這樣的一個負數的 實際上我們剛剛說 第一個bit 當然是1的時候 就表示是負數 這件事情 不管在這個系統 還是後面這兩種 1的補數 或是2的補數 它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你的1 前面第一個bit 我們就稱它叫sin bit 第一個bit 如果是1的話 就表示你是負數 是0的話就表示你是正數 那sin magnitude 這個表示法呢 它有刻意的去區分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 前面這個是1 你會有個刻意這個 那我把它獨立出來 我們稱它叫做sin bit 但其他也是sin bit 只是說 它這個sin bit 是獨立成 它就是表示一個負號的意思 所以你看 它-0就表示這邊是1 然後後面那個是0 你有沒有看到 後面它這個表示法 跟它的正數表示法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是-1的話 這邊就是001 前面這個表示負號 然後後面就是001 然後010就是2 然後-2就是-3 然後一直到最後的-7 它就是兩個把它獨立開來 單獨有一個bit 表示它的符號 後面的表示法 會跟你的正數的部分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個是sin magnitude 那第二種我們要介紹的是 Wance Comprimant 那Wance Comprimant怎麼做呢 它就是這樣做 它把你的原來這個數 在正數的這一塊 你就把它01顛倒 0跟1顛倒就好了 你就0000就變成1111 然後0001就變成110 然後0010就變成110 你可以自己比對 它的確就是把前面這個數 所有的0跟1都互換 那0跟1互換這件事情 你可以有不同的詮釋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事實上就是 你用全部為1的去減 減掉 比如說我現在是 我現在要表示的是正1的話 我就用這樣 這個是正1對不對 那我用一個全部為1的 全部為1的數去減它 然後就會得到1110 然後這個就表示就是-1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這樣 或者是它其實就是 你把其實這兩件事情 就是01互換 就是01互換 好 那這個是 Wance Comprimant 你就看到它就是01互換就對了 那接著呢 Wance Comprimant呢 它是01互換完之後呢 因為這個是1 這個是2 2比1大1 所以你就再把它加1 也就是你把它做 Wance Comprimant之後 再加1就會變成 Wance Comprimant 就會變成Wance Comprimant OK 所以你看看 這邊是 四個都是1 上面那一個0有沒有 它四個都是1 好 就是Wance Comprimant的0 然後你把它加1之後呢 就會變成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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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 那左老師這不是0啊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系統 N只有等於 4 所以你超過 我現在只有四個 變得可以表示 所以超過這個 我就不要理它 所以它還是0 對它還是0 就變成說 經過這樣的一個安排 我加了1之後呢 會讓 我這個數字 又回到跟 那個正數的0一樣 四個0 四個都是0 那其餘的呢 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Wance Comprimant的值呢 拿來加1 你看看 就會變成 右邊的這個Wance Comprimant 1110 加1就變成 1111 然後以此類推 那 回到這邊來 那你現在你把這個 這個負7 現在變成 Wance Comprimant的負7 是由 Wance Comprimant的負7 再加1 所以是100 然後再加1 所以變成1001 那 我們剛剛說過 這一個 總共可以表示16種數 那你前面這邊有 前面第一個Bit是0的 有8種用掉了 那後面這邊呢 第一個Bit是7 1的有8種 可是我現在只用了7種 因為我從正數那邊 只可以表示到7嘛 所以 我變成負號之後 我變成是它的Wance Comprimant 再加1之後 也是最多只有7種 那你是不是剩下一種 那一種就把它當作 負8 好 可以嗎 所以 這個就是 Wance Comprimant 好 那 所以我們 總結一下 在 我們介紹這三種的 這個 表示負數的方式裡面呢 第一種叫做 Sine of Magnitude 它就是有一個 獨立的Side Bit OK 儘管它有一個獨立的Side Bit 但是我還是要特別強調 它在Wance Comprimant 或Wance Comprimant 的時候 那個Bit如果是1 它依然代表的是負數 OK 只是這邊特別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它在硬體的設計上面 它要運算的時候 它會獨立的把它Side Bit 跟它的這個Magnitude Magnitude 意思是大小 它的符號跟它的大小 把它separate開 把它分開 它會獨立這樣做 所以它會有一個特殊的Side Bit 所以它在硬體的實現上面呢 就會相對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它要特別對那個Side Bit 做一個額外的處理 那其他兩種 Wance Comprimant 或Tooth Comprimant 它其實是不用 它不用 它就可以讓你混進去運算 所以你把Side Bit 跟你的Magnitude 其實是混在一起的 那去運算 其實也不會出錯 那這個在硬體的設計上 會相對容易一點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也 大家很少用這個Side Magnitude 這樣的一個表示複數的方法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Wance Comprimant Wance Comprimant 剛剛說 我們用N N bar來表示 N bar來表示 那它要等於什麼呢 你要怎麼得到1的補數呢 它現在寫成說 它用2的N次方-1 再去減掉一個N 這個N值 就是你那個沒有符號的那個數 就是你等於是把它想成就是正的 就是正的 所以2N次方-1 以我們剛剛的例子 N是4的話 2的N次方是多少 2的N次方就是 2的4次方就是16 19-1是不是15 那15是什麼 15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15對不對 全部都是1的 1 2 4 8 加起來就是15 你等於是用15去減 它是等於什麼 等於就是你把01互換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講 你可以想成把它去減它 或者把它想成是01互換 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1的補數就是這樣子而來的 那2的補數呢 是用N start來表示 所以它是跟它是差1 所以你把1的補數這邊再加1 就是我們把01互換之後再加一個1進來 然後就會變成是2的補數 所以你看這邊 這個表示法跟上面這個表示法 其實它差了多少 這個跟這個 你看它中間是不是差了一個 這一項 那這一項就是把它加進去了 就是把它加進去了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要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 -3的話 你要知道它2的補數是多少 你可以用16去減3 變13的表示 那或者是16實際上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01互換之後再加1 因為01互換實際上就是15 用15去減 OK 所以就會得到這個2的補數 所以簡單來看的話 你怎麼得到1的補數 就直接把它的數 比如7你要得到-7的話 你就把7的1的表示 正數7它的二進字表示是 你把它所有的bit都01互換就好了 這就是1的補數 然後你再加一個1進去 OK 再加一個1進去 就變成是2的補數 OK 可以嗎 所以反過來如果你看到一個 它說它現在是2的補數的表示 你想知道它是負多少 那你的做法也是類似 你就可能要用相反的 你要先把它-1 然後再把它01互換回去 然後看那個數是什麼 你就知道 哦原來這個數就是某某正數的負數表示 OK 同意思嗎 我剛剛講的是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數 它告訴你說 我現在就是某一個負數 比如說我們回到剛剛這一頁 我想我如果看到這個數 我想知道說它到底是負多少 你的做法就是把它先-1 1011-1之後會變它 對不對 就變成1010 然後再把01互換 01互換就回到這裡 0101 那這個是多少 124 這個是4 這個是1加起來是5 所以就知道 變成是正5之後 所以原來的這個表示法 就是一個-5的表示 OK 你就把它稍微reverse一下 就可以了 好 好 來 到底有沒有問題 好 你有問過問題 你可以把我打轉 來 ma